变成一个中学类的大学 现在更多的是什么 大概在20年前 更多都是各种各样的三学院 经济学院三学院 那现在更多的是什么 变成了计算机AI了 计算机AI了 一代又一代的 你很难说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原来的时候 我们总喜欢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评判 现在的很多的一些事情 你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但是有些时候过了个五年 过了个十年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历史也是这样子的 我可能再跟大家说一段历史 可能大家就觉得特别可怕 大家知道当年岳飞被杀的时候 老百姓的态度吗 来问问你们 老百姓拍手叫好的 打A 老百姓给岳飞求情的 非常悲伤的打B 当时杭州的老百姓 A还是B 拍手叫好 打A 老百姓哭不求情打B 可怕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不可想象 为什么老百姓都希望杀了岳飞 为什么 大家想想为什么 中国的这就是几千年 就会有史记载的 差不多小三千年 小有史记载的 我们能看得见的 有文物考古验证的小三千年历史 这三千年历史 有过很惨的时候 他们胡乱乏 但是最最憋屈的一段历史 就是宋朝的历史 是吧 是什么 就是流量造成的嘛 那你想想是不是 我们现在换一句话说 它是不是流量造成的 大家都说 哎呦 只不过那时候的大V是谁 那时候大V是在各个饭馆里 说出的人就说 岳飞这个人不听皇上的呀 他要造反啊 你看我们都过得这么好 他就想打进来了呀 那你说岳飞是不是坏蛋啊 是不是 还是不是流量 口口宣传 当然这背后没有资本 这背后只有政治斗争 是吧 那这个斗争你打得过吗 打不过呀 说啊 那是皇帝要把它干掉的 是不是 你说还有比皇帝大的吗 没有了 是吧 不要动不动就有资本 那时候有资本吗 资本背后资本的力量 岳飞得罪谁了 你说岳飞得罪谁了 岳飞得罪了当时的天 赵家的天 是吧 那不就是流量吗 那你现在是吧 再来去看 大家记住岳飞了 觉得岳飞是 非常牛的一个人 当然了 咱们不能说岳飞是民族英雄 大家知道这个事 知道同学 有第一次听说同学打个1 岳飞 咱们 不说他是民族英雄 不光是功告 功告盖主的问题了 就 这里面其实好多好多好多的矛盾在这里 好多矛盾在这里 这段时间 其实他打的是谁啊 来问问你 如果你们现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岳飞打的是哪几个省份的人啊 岳飞打的是哪几个省份的人啊 你想想 岳飞打的是哪几个省份的人 对吧 岳飞怎么会是打蒙古嘛 岳飞打的是哪个呀 来把答案打 岳飞打的是谁啊 岳飞打的是谁啊 岳飞打的是谁 金是谁 金是什么民族 金是什么民族啊 女生 大家分清楚北宋跟南宋啊 岳飞是南宋 北宋的将领是谁 北宋最有名的将领是谁啊 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到岳飞里面去 我们都看过的 我们都看过的 杨家将 对吧 杨家将 北宋打的是杨家将啊 南宋决飞比较有名了 后期打的是蒙古 但岳飞打的是女生 你从现在的角度来说 就相当于OK 打的是东北了 他就不能叫民族英雄了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666 他不光是说OK 清朝把岳飞从武庙拿出来 原来岳飞的地位就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羽的地位 关老爷的地位 那原来地位是这么高的啊 但是后来 清朝入关之后 因为打的是他们的祖先 清朝就是女生 是吧 就把他拿出来了 但是呢 你现在站在一个大一统的历史上来说 他是属于内部矛盾 属于内战 我们这么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吧 他属于内战 并不是属于民族英雄 谁是民族英雄 七级光是民族英雄 是吧 林哲徐是民族英雄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 是不是 是这么个概念 还有很多 中国古代会出现一些非常神奇的事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王玄策 听说过王玄策吗 听说王玄策 同学打个溜溜 所以呢 岳飞呢 并不能算是国家民族英雄 因为中国在民族政策上是非常非常融合的 非常融合的 王玄策啊 一个外交官 跑到印度那些吧 印度那边啊 当地 闹暴动 王玄策给他平了 怎么神奇的事 是吧 好 新来电视频 电视频 点点赞 加了转角 回头看啊 你看啊 有很多人都非常不适应的 非常不适应 来说一说啊 有多少人 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呢 来我直播间 同学打个1啊 看了没 不是一个 刚开始跑过来 转转转球 是吧 从流过来 最后讲到王玄策 是吧 那么好 给一次来的同学 那个就是老粉丝 老粉丝 就是麻烦你们告诉他们 我的直播间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啊 这个特点是啥呢 有两个是吧 哈哈哈哈 长期的跑题啊 长期的跑题啊 今天呢 照理说来是财经呢 讲财经的 每周的一些财经乐点啊 每周啊 的时候是那个 每周三场直播一周呢 周二的中午呢 是讲一些乐点 周三的时候是讲财经是吧 我相信即使你没有听过我的直播 也应该知道 就好像我本质上是做财经主 哈哈哈哈 不重要啊 一点都不重要 我真的觉得不重要 因为本身人生就不重要 是吧 一个人治愈这个社会 也或者治愈人类的历史 也一点重要的心都没有 是吧 无非就在你不重要的人生当中 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 找一点有意思的是吧 是吧 在直播间里 你觉得有点意思就行 但是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一个什么良好的心态 你不要指望说 ok啊 这个人讲财经呢 他是不是会教你赠钱 显然不存在的啊 存在的 多少经济学家亏了自己 裤衩都快掉了 是吧 他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多吗 多 财经知识多吗 多 你无非就是对这个东西 赶点兴趣 可能能带给你一点 可能现在市场上 不太明确的一些东西 ok了啊 或者说拿去吹牛了啊 就行了啊 不要指望说 在这个地方能获得多少啊 5万变10万 10万变 不存在的 摩托便单车 我告诉你真的 好 ok 今天的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财经啊 最近的经济形势呢 真的就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而且呢 在最近呢 大家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假装说一下 大家知道在Q2 Q2什么第二季度 三月份到中国的外资流出非常大 知道这个是吗 赵同学来打个E 赵同学打个E 外资流出非常大 好 ok 什么原因 大家说什么原因 最近经济形势不太好 经济形势不太好 经济形势不好呢 当然相对而言 我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你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下降了的同学来打个E 你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一项 但是好像收入也确实不怎么低的 同学打个A 你尽管控啊 但是能正常的前进出是可以的呀 对吧 好 ok 有多次再问一个问题 大家有多少人是有去做投资 关心二级市场的 有的同学来打个66 二级市场什么就不是 有多少人 有的话打个66 好 ok 挺多的 挺多的 ok 其实我们这也投资 我投资好多人 今天我不讲股票 不要想太多 不讲我 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分享一些 我投资了很多年 我见过比这个产的多的时候 15年就很惨了 15年比这个现在惨多了 最终得到一句话 这句话分享给大家 有些人能做得到 有些人是一定做不到的 什么就不把钱当钱 你才有可能在二级市场挣到钱 想想 不把钱当钱才有可能在二级市场上挣到钱 好 再跟大家说一个东西 今天新出了一个叫做涉龙数据 涉龙数据大家知道是什么的同学 来打个溜溜 第一次听说的同学打了一 去 猪犁哥哥我爱你 好多人不知道涉龙数据 好 OK 简单的来说涉龙数据是什么呢 这个社会经济发展 一定要这个市场上有货币 而且拿到货币或者拿到钱的门槛非常的低 大家都愿意去做投资 大家都愿意去做消费 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那涉龙数据就是简单的你可以把想象成为国家往市场上 往这个市场上放了多少钱出来 放钱多少出来 好 前段时间呢 你去看 我们有些时候能看到些什么 比如说M0 M1 M2 现在就是货币的发行的链 其实在中国的现在的状况 M0跟M1跟M2没有必要去看 没有必要去看 看M0市场上没有公的钱 国期的钱 这个是企业机构存着的钱 这个是长期的钱 长期的存款 短期的存款 现场市场上留着的钱 很多时候你看什么M2 不断地往上面针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 原因非常简单 为什么 因为好多钱是留下来的 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打个比方说OK 你是一个机构 你是一个金融机构 我现在可以从银行拿到两个点利息的代表 有吗 有 差不多两个点 我去做投资吗 或者我发放给一些所谓的实体企业 让他们去做生产投资 或者发放给消费者 让消费者去做 比如说12期免期也好 是做信用卡消费也好 原来呢 长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吧 很多人用信用卡 有用信用卡的吗 有信用卡从200亿 很多信用卡就情愿投资了 是吧 要利息 他都要去消费 原来经济好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是这样子的 现在比如说OK 我两个点从银行拿到了 金融机构 或者这个银行 从两个点拿到了 拿到了银行给他的钱 比如说100个亿 或者1000个亿 他想发出去 但有人带吗 不带 老百姓现在不贷款 或者很少贷款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 就是很多人提前还房贷 你们知道这个吗 或者在座的 有没有提前还房贷的同学 有吗 有的话打个666 或者说你们身边 有人提前还房贷 打个666 就我不当不从银行借钱 我还要把原来切的钱 我还掉 是不是 那你觉得他还可能会贷款 他不会贷款了 那不会贷款了 那这个钱现在给到 你手上两个点 怎么着你还给他 大概率 按照正常的逻辑 你会想着说 我就还给他 反正也没有能改 不 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个投资品 叫什么 债券 如果这个债券 现在给到你的收益 是三个点 打个比方 三个点 他全部投债券去了 全部投债券去了 那这个市场上 或者是国家 往这个市场上所谓的 放了1万亿也好 放了2万亿也好 其实真正进入到 实体经济领域了吗 或者真正进入到 投资领域或者消费领域了吗 来告诉我 有还是没有 你觉得没有 打个没 是吗 因为所有的钱 所有的钱 国家放出来 国家通过谁放出来 国家通过两个渠道放出来 一个渠道是银行 是吧 央行 另外一个渠道是谁 财政部 另外一套系统 我待会再聊 好 央行给到三业银行 三业银行再给到企业 跟老百姓是吧 这些基本的经济单位 他不是自己发的 不是自己发的 不像美国 美国有些时候 就是政府直接 给老百姓发钱了 是吧 你看起来 多发了2万亿 那么这个MR 是不是增加了2万亿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说到债券 这个市场上 有一个东西叫债券基金 知道吧 听说过债券基金 或者买过债券基金 有同学来打个66 进来点点屏幕 点点赞 加入转家 我们也称之为债券基金 就专门买债券的基金 你知道债券基金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 增加了多少钱 仅仅是债券基金 还不包括有一些 银行理财买的钱 债券基金增加了1.6万亿 1.6万亿是个什么概念 好 我问大家 不知道在座有几个 是做不知市场 二级市场 你们知道 现在中国的股市 每天成交量是多少钱 有知道的 可以把答案打 对话宽里面去 新来点屏幕点点赞 加入转角粉丝 右下角免费的粉丝针盘 喝的是什么 这个是古堂的饮料 五千亿不到 四千多亿 债券基金这半年 多了1.6万亿 说明什么 大家都把钱放那里去了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央行做空自己国家的债券 听说过吗 大家钱全部到那里去了 都躲着 它不光是你股市里面没有钱 你的实体经济是不是也没有钱 我再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座的有谁从事的行业 跟房地产相关的吗 有的同学给我打个音 有的话 你们感觉这么几个月 是不是也很痛苦 痛苦吗 肯定痛苦 为什么痛苦 卖不出去 是吧 卖不出去 钱根本没有去到 国家希望至少有一部分钱 流入到这个行业里 去救救他们 是吧 这就都已经在 是吧 ICU里坦的了 就感觉随时都要咽口气了 咽口气了 因为大部分国家放出来的钱 它并没有留到 我们想让它要去的领域 是不是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更可怕的一个东西 国债ETF 专门买国债的基金 知道这个吗 知道这个同学打个音 你知道这半年 这半年 半年多吧 涨了多少 11个0 为什么能涨11个0 因为国 我上一节课的时候 有跟大家聊过这么一个事 国债作为一个 此前已经发行了的债券 是吧 发行了的债券 它的利息是固定的 比如说是三个点的利息固定的 但是它的量也是固定的 当这个市场上 很多人现在想去买国债了 但是国债又没有了 是吧 国债又没有了 但是呢 你又可以在这个交易所里面 买到别人手上有的国债 这一层逻辑能理解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音 你是和 你不一定就非要去银行买嘛 是吧 你最早的时候 国债的发行是由财政部发行的 财政部发行 银行只是负责代理 它只是代理方 不是发行方 那么好 OK 原来发行了一万亿 或者十万亿的国债 那早都是在两年前 三年前发行了 比如说十年期的国债 十年期的国债 十年前 可能三年前 五年前就发行了 那原来没有人买 原来没有人买 那现在好 OK 大家觉得其他地方都没钱 没钱赚 我也不想投资 那都去买 都去买 你就从别人手上买 别人原来一百块钱一张 一百块钱面额的国债 那我花一百块钱人民币去买到的吗 对吧 那我现在一百块钱会卖给你吗 来 告诉我 如果要是你 你是会把原来一百块钱的国债 价格往上面提升卖给别人 还是往下面 降价 上还是下呀 上还是下呀 熊秋秋 黎哥好 第一次来看我直播 谢谢你 现在点点屏幕点点赞 加了主要加粉丝 又要叫免费的粉丝都买 第一次来就空手来呀 熊舅舅 第一次来都空手来 你就不要打招过来 是吧 谢谢夜景送的礼物 谢谢熊舅舅 说的小爱情 谢谢你 讲究 我刚说 呀你这都空手来的 我就那么一说 你还当真了 送了我一个爱情 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点屏幕点点赞 加了主要加粉丝 这也就是为什么 说现在十年期的国债 在中国市场上 现在哗 网上面赞 好 好事吗 你觉得这件事情 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可能看到我的语气 觉得不是一个好事 是吧 但是有些人 他会这么觉得 反正国债又不亏钱 高低你能挣两个点 三个点 那那些金融机构 和银行就买 不算是坏事啊 有多少人是这么认为的吗 有这么认为 同学打个一 我的语气 刚才铺垫太多了 是吧 哎 你看这个表演 没表演好 我应该非常冷静 和淡然的说 而且此前的不断的说国债 怎么样的稳 我说银行就买这些东西 你觉得对于银行来说是好事吗 对整个金融来说是好事吗 可能可能说 这个是好事 反正这个东西非常的稳 是吧 不好意思 没表演好啊 结果我啪 那么激动 说半天 范围都吞脱到那了 大家一看 那这肯定不能是好事了 这么多人在表演了 不是好事 为什么不是好事 我就这么跟你说 咱举个例子 现在跌点评文跌点评 加了转角粉 大家知不知道 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有家银行叫硅谷银行 知道吗 听说过硅谷银行 同学打个一 硅谷银行可是真的把 在硅谷的很多华人 以及部分国内的创业企业 坑惨了 坑惨了 硅谷银行亏钱了 亏钱破产了 很多人的钱放在那个地方 求出来 求出来了 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买了太多的国债了 那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好OK 在21年 20年 21年 包括22年的前期 是不是美国的利息 一直在往上面涨 知道这个事吧 知道同学打个一 美联储的利息 美国的利息 一直在往上面涨 谢谢品牌 防伪方二冲的礼物献金 现在可以点屏幕点点赞 没事大家点点赞 就是按照屏幕站点 对我银行 好 当时呢 在21年 20年 还有22年的时候 美国的利息 是一路上涨的 上涨到什么地步呢 22年 23年 20年到21年 是下降的 好 22年到23年 就开始上涨 上涨到什么地步呢 5.5 5.5 也就是说 央行 你从央行借钱 就是那些商业银行 从央行借钱 需要5.5的利息 那么央行 给到的是这个利息 对于老百姓而言 拿到利息肯定会更好 那对于这些 比如说硅谷银行而言 好 它可以去做什么投资 一般来说 无非就两个投资 要不你投到实体去 是吧 实体现在不怎么景气 好 要不你投到债券市场里面去 要不你投到股市里面去 那个时候股市在花花的往上面涨 是吧 还是后来往上面涨 刚开始的时候 到了一定的顶点 当时在中间的一段时间里边 硅谷银行就拿了好多的钱去买什么 买债券 它为什么买债券 因为你的利息在上涨的同时 是不是意味着你的债券 你的国债也是跟着上涨的 这个能理解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一 比如说三年前 你买国债 可能只有两个点 三个点的时候 但现在利息已经涨到了四五点吧 那你的国债跟着你 一块会上涨 棒 好 所以他就买了好多 大概90%左右的钱 都是买到国债去了 或者一些银行站 稳吗 稳 但是结果出现经济危机了 因为美联储一直加息 市场上缺钱 缺钱 那很多原来有 比如说他原来 打个礼拜 比如说他原来手头上有1万亿 这1万亿呢 他拿出去8000亿去买非常稳健的债券 而这个8000亿买这个债券 一年能拿到四个点的利息 非常的稳 好吗 挺好的 你钱存在银行里 存在这一股银行里面 是吧 当然这个1000亿 基本上都不是他自己的钱 是别人存的 每年的他要付两个点的利息 照理来说稳稳的 这8000个亿 他是每年能挣到两个点的利息差的 这个逻辑大家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同学打个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好 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能按照自己脑子 想象承受的样子的 但是这个世界不是的 这个世界他妈的科幻 极端的科幻 好 美联储不断的加息 原来 比如说OK 你是A公司 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了 我从别的地方带钱的利息又很高 那原来我在你这个地方存了一个亿 我现在要把这一个亿拿回来 公司拿回来 B公司拿回来 C公司也要拿回来 与此同时 老百姓这两年物价上涨了 是吧 这两年物价上涨 我要取点钱出来用 我也找你取钱 让你取钱 银行会碰到这种情况 会碰到 大部分时候银行是怎么办的 大部分时候银行是这样 比如说OK 我是贵股银行 我有一个短期的差借 我找别人去借 你只不过是短期造钱 等我这个债券 我这里不是买了8000亿债券吗 债券到期了 我就可以还这些钱 或者说等有人存年金来 我再还给你就OK了 但是想不到这个时候取钱的人变多了 而且特别的多 他现在要去做差借的时候 因为利息已经变得非常的高了 已经5.5个利息了 甚至有些人能找到收6个利息 当然这中间甚至会出现 人家已经不借给你 不借给你 好 他就尴尬了 他有钱吗 有钱 8000亿债券 债券有一个什么特点 时间期限很长 对吗 10年后到期 或者5年后到期 他现在就要 能理解这层逻辑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3 很多人说 那不是都说 二级市场里面能卖债券吗 是 如果隔两年前 三年前二级市场 大家都去买债券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这些债券也能卖得出去 好死不死 23年美国的股市 22年美国的股市 来 知道同学告诉我 往下走的 往下走的 飞了 是不是 全都妈起飞了 也就是说股市好的时候 那大家拿着钱 还会去债券市场吗 如果现在股市 啪啪的 往上涨 还会去吗 你觉得会吗 不会了 我们要冷静 我们要有点钱买 稳健的债券 我们要有点钱买 有风险的东西 我们在有点钱 存在那座活气 谁都知道这么说 做得到吗 别说你个人都做不到 你觉得机构能做得到吗 你们觉得机构 是不是比个人会更加的理智一点呢 你们觉得是胆的 你觉得不是胆啊 我告诉你都是大家宣传的而已 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 那么拿别人的钱 你的胆子大还是小 你自己说 大还是小 大还是小 拿别人的钱 你的胆子是大还是小 机构会稳吗 那为什么最后爆雷都爆在机构上呢 可胆大了 他们胆大有很多种的原因 第一 他们有非常完善的法律脱钩几支 这个很超单 是吧 那要不然为什么那一年出现了所谓的占领华尔街呢 是吧 为什么小胡子一上台之后就要干犹太人呢 是吧 那因为中国也有嘛 是不是 中国也有嘛 那咱们不敢讲 讲完之后啪啪人会疯了 机构根本好不 那那些机构也拿着这些钱 老鼓势力去了 那么在债券市场上 是不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买了 你是不是你的 这个就卖不出去了 你除非等到三年后 五年后 国债到期了 你把这个国债给到央行 央行到时候连本 连本金带利息给你 你把钱一拿到手 但是来不及了 哥 现在你们家门口排着队的要钱 这个东西叫什么 流动性危机 是不是 所以这个银行破产了 这个银行破产了 谁得利了 知道吗 知道谁得利的同学 可以把那个公司的名字 那个银行的名字 打到对话框里面去 我甚至觉得 他都是在背后 他们故意的 他们一定是故意的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大通 新来都可以点点屏幕 点点赞 加了转角粉 不是高盛啊 不是高盛 不是高盛 国外是两个银行体系 国外两个银行 一个是投资银行体系 一个是传统银行体系 传统银行体系 就像我们所说的 像什么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一样 我吸收存款 换贷款 主要是这利息差 是吧 还有一些手续费 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吧 你包括他们发信用卡也是吗 发信用卡 你今年刷了100块钱 刷了500块钱 有些人都忘还了 那肯定就得要叫利息 是吧 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有一类叫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呢 这个东西很好理解 就比如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 芯片厂怎么怎么样 但是可能在这个产业 刚刚兴起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有一些银行家 你可以说他是银行家 也可以说他是金融巨鳄 也可以说他是不要脸的 他妈超单人是吧 都可以 他们其实就是不要脸的超单人 当然了 从道德上 不要去做任何的 一个商业的评价 他们觉得 这个项目很好 是吧 他们原来就说 OK 我找你贷款 比如说我现在 你贷我100万 我到时候 比如说三个点 五个点利息 买给你 他跑过去 考察下面抉择 这个游戏 他们就玩一点什么呢 他最早的时候是怎么玩的 他最早是玩可转战 听说可转战打个1 你没听说过同学打个2 这个东西 简直人类不要脸的 一个极致表现 我告诉你 金融不要脸的极致表现 不知道可转战 有同学打个 真的 我就这么跟你说 就是可转战 就是他们人类不要脸的 极致表现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OK 好 这公司来找我了 来找我树立 他说 助理 你来投10万块钱 10万块钱 好 我给我 借10万块钱 找我借10万块钱 我一看 这买卖不错 你做芯片 那行 我借你10万块钱 最早 说说什么 三个点 三个点 我借你10万块钱 三年 那一年三个点 照理来说 一年的话 他给我3000块钱就可以了 三年后 再把10万块钱的本金给我 这是传统的借钱的逻辑 这个能听不明白同学打个1 传统的借钱逻辑嘛 对吧 但是呢 我又 啊 记谁 你就看我脸 写上俩照 是吧 多精明一人啊 我一看我 这边跑 我又想在里面插一杆子 插一杆子我就跟他说 我说哥们 这样 你借我钱可以 但咱得签一协议 签什么协议呢 比如说两年后 两年后 或者说三年后 如果这是三年起来 我就三年后 我可以选择 把这10万块钱 变成你这个公司的股份 如果他的买卖特别好 一年可能分红 就分个两三万块钱 我干嘛 还要让他还我钱呢 我把这10万块钱 变成他的股份 这个逻辑 听懂了吗 听懂这层操作 听懂这层啥子 那么好 我既可以选择 在三年后 把这10万块钱 变成你这个公司的股份 那我就成为老板之一了 那股份我也可以拿去卖 我年年分红 也拿着分红 如果说我不愿意 那么好 三年后 你继续连本带利 还我10万 就由我来选 由我来选 如果你这个企业过得好 特别挣钱 比如说 很多科技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只值50万 比如说 比如说腾讯 腾讯最早的时候 想卖给深圳电信局 才多少钱 50万 50万能笔 那现在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全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 3000多亿美金 能从50万变成3000多亿 这是什么概念 是吧 那如果你干得好 我这10万块钱变成部分 如果你干得不好 你必须还我10万块钱 连本带戏 这就是可转债 有钱的人说得算 听明白了什么叫可转债了吗 听明白同学来打个溜溜 不要理 你要不你就投资 是吧 输赢共担 是吧 我亏了 那你这10万块钱 就当妈扔水里了 投资都有风险 你要不你就借我钱 是不是 我到时候还你钱 是吧 按照这个利息还 我不还你就打官司 结果你他妈搞一个这玩意儿 就什么好都归你了 你说他妈要不要脸 他妈金融都不要脸性了 体现了灵灵精神 但是你还没折 可能就这样 这不算对的 对的是要让他完成协议的 完成一定的 比如说OK 你这个公司 投了你100万是吧 那这100万 占你的股份10% 如果说你在未来的三年 比如说他对赌协议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未来三年 你要上市了 如果你上市成功了 那么好 OK 那上市之后的股票值多少钱 我这些10%的股份 想怎么卖 我自己就卖掉了 这是正常的 如果说你上市没成功 我这个协议可能就签订 三年后 这100万 你不光要还给我 而且还要给到 一年10%的利息 也就是你可能 总数要给到我130万 这个是对赌协议 最典型的对赌协议 输了的就是万大 万大当年想在 他们的地产板块想上市 地产板块想上市 没上成 恒大也是地产板块想上市 也没上成 只要一股上市 没上成对赌输了 对赌输了 很多人找他要钱 恒大就直接死掉了 恒大就躺死了 躺平了 就反正你弄死我吧 弄死我吧 没钱 王建林不是 为什么王建林不是 为什么很大是 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王建林跟恒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就是 王建林手上的东西 资产更值钱 你们想想是不是 王建林是什么 商业资产 而且王建林有好多的 商业地产是成型项目 是吧 理解我的意思吗 理解同学打个66 你们当地有万达官场吗 当地有万达官场 同学来打个1 你当地北京有 北京有 他那些都已经是已成的商业地产了 他可以产生现金流的 他不是说建的一半的 但是雪家印不是 恒大不是 恒大好多都是他嘴说的 房子都没有封顶的 甚至可能很多连地基都没挖的 要到了很多 不一样 好多地方都有嘛 那就是和 而且我问一下你们 你们所在地的万达官场 如果位置非常好的同学打的A 位置一般的同学打个B 位置很偏的打个C 来我调查一下 你们所在地的万达官场属于哪一种 位置特别好 打A 位置一般打B 位置很差打C 现场调查一下 我就发现了A还是偏多 A还是偏多 个别B也有个别的C 可能有些是C的 是不是可能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一个地方有三四个万达官场 两三个万达官场 或者万达大厦 是吧 但有些东西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你有些东西 你再怎么不值钱 他都有他本身应该有的价值 是吧 你尸体经济是不可能完全死掉的嘛 是不是 尸体经济是不可能完全死掉的 那总有人要吃饭了是吧 那你总得要去外地 外面的人去外面吃饭了 不是 而且国家会有政策去扶持的 你要去出去看个电影是吧 你要带孩子出去玩个摇一摇 是吧 总得出门 偶尔甲不像观光街 虽然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见下买东西了 那这些都是资产 这些都是收产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抄底 要抄万达的东西呢 那不一样 跟许家义还是不一样 谢谢岁月幽兰充的礼物 现在可以点点点赞 交道转交粉 我们再说回来 好 当时我就 我刚才就说了 当银行大量的 在整个二级市场 行情不好的时候 大量的买入债券的时候 买入那种长期债券的时候 它是有风险的 那硅谷银行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 硅谷银行就破产了 最后获益的是把硅谷银行收购了的 蒙根大通 大通银行 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一些事 我就不在这里都说了 很正常 商场里边做的事情 龌龊的比我们想象的有力多了 是吧 有力还多了 好 那在中国呢 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来 很多的金融机构买入了 长期的国家 那现在一样好 你就不想乱他们买 前两天刚出了一个处罚 处罚了个别的小银行 那现在就很尴尬 国家是往外面放钱 是在往外面放钱 但是这些钱没有流露到 他应该流露到的领域 比如说房地产 房地产太需要救了 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应该救房地产 来我问你们 你们觉得应该救房地产吗 觉得应该救打个一 你觉得不应该救打个二 很多人觉得不应该救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刚才呢 有好多人我问了 我说有多少人是在那个 房地产相关行业里干活的 很多人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 他们得罪谁了吗 他们没有得罪谁是吧 甚至很多人 他都不见得是在这个行业里赚到钱的了 是吧 我就是一个小中介吗 我就是一个施工单位里边的小小的会计吗 我一个月也就拿几千块钱 我又没有享受到房地产的红利 我又不是许家一 我又不是王剑林 是吧 他们就是一些普通的打工人 那他们的饭碗就没有了 是不是 这个行业咱多都不说 千万以上的 你想想 千万以上的饭碗 你能不救吗 是吧 只会救的方式呀 对不对 只会救的方式呀 前一则就是 但你碰到的事多是吧 那碰到的事多 那你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 那你过得去吧 他我觉得屁 这两事都没有 你要问我 默想 天哪 我就跟你说 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过 现在这么强大的时候 真的 你就想想 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么强大的时候 我个人是觉得是有问题的 完全没有 但是只不过是在这段时间 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有东西 还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万达为什么跟恒大不一样 因为万达自己本身是有资产的 本身有资产的 同样虽然我们这段时间的日子确实挺难的 但是里面是有东西的 只不过这个东西呢 就看怎么样用 怎么样去熬过来 熬过来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 十年代初 有多少人九零年八九年九零年九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的 有吗 有的同学来给我打个E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最难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后最难的时候 被啥呀 不能说 那个时候外资大量的跑出去 知道这段历史吗 知道九零年九一年外资大量的跑出去吗 而且那个时候外资大量跑出去 跟现在大量跑出去可不是一个性质 那时候中国全靠外资 毛毛都没有 没钱啊 知道是吧 知道同学打个六六 不要打那两个人 那最后不也扛过来了吗 而且在那段时间呢 几个 有几个华乐 坚定的站在这片土地上 知道谁吗 那么两三个家族 有知道的吗 有知道可以把打一打都要看里面去 70后从来没有这么穷过 70后八九年九零年 你可能还没有参加工作是吧 不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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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本身就是在国内 龙本身 郭 郭鹤年家族 知道吗 北京 有在座的有在北京的吗 在座有在北京的同学吗 有在北京的同学来打个E 郭鹤年家族是一个 还有谢家 谢家 郑大集团 你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叫什么 其实我觉得至少从这一点上来 我们还是比较体面的 当年你帮了我是吧 那我反补给你的 后来其实不管是郭家还是谢家 其实都从这一过程当中得益很多 为什么不是霍英东家族 其实可能大家不太清楚的一种 霍英东家族的这个不多 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 霍英东家族这个不多 真的 你想一想嘛 中国最牛的30年 你们想象得到霍英东有什么产业吗 稍微知名一点的 是不是 有吗 你们想想有没有 北京有一个叫国贸 家里中心 多何年做的 大家想一想是吧 是不是大家 哇 霍英东好像不是豪门吗 他们现在不是特别有钱吗 怎么就没有听说过 在这么大的一片市场和土地里面 有啥产业呢 是不是很奇怪 觉得奇怪 人家打个六一六 你想想是不是 你哪有看到什么货家的产业 周大福哪是他家的呀 周大福是郑家的呀 周大福是郑家的呀 是不是 郑英东那一地啊 真正在早期有俩宾馆 广州有俩宾馆 潘雨有俩宾馆 还有南沙那个地方有一块地 就这了 没有了 是不是 他们家现在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就香港有一些物业 有香港的澳门的赌产 美心月宾怎么会是他家的呢 美心月宾怎么会是他家的呢 就是他们家其实没钱 没有那么多钱 也挺多 原因也挺多 就是你想想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 你很少听说 郑家开了一个什么什么大的广场 什么大的楼盘 这那大的 对不对 卸家正在正大 正大局头应该很 正大局头 我们也知道 是吧 郑家 郑家其实资产没有 没有那么几家 没有刚才我说的那几家高 郑家跟卸家 应该是 还花了资本里面应该是属于前五的 这两家族都应该属于前五的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能看的这样的财富 一定不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财富 这句话 真的是这样子 有些话能说 有些话不能说 是吧 李嘉的资产最多 我刚刚拍了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发布出局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刚才有一个讲香港八卦的 看到了吗 刚才应该是发了吗 看到同学打个1 还没看到同学打个1 讲香港八卦的 发了是吧 OK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不是我说的 香港能有这么一句话 太平山下 香港 城是李嘉诚的城 太平山下 香港他们就说太平山下 城是李嘉诚的城 港是包玉刚的港 李嘉诚最大的地主 此前最大的地主是谁 我原来直播的时候讲过 中国香港最大的地主是谁 英女皇 这是历史是吧 整个香港是有山块组成的 去过香港吧 去过香港同学来打个山 或者在座有香港 我没有去过香港 没有去过香港 这段历史是 20年前30年前就知道了 香港是山块 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是吧 这三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当时叫做割烂香港岛 有印象吗 有印象同学打个意思 什么叫割烂 我给你了是吧 给的是谁 给的是英女皇 是吧 给的是英女皇 英女皇 英女皇是最大的地主 而后第二次鸦片战争 北京条约签了 签完了之后 又给了一部分地 给他 但是那个时候是99年 有印象吗 历史书上 有印象同学打个球 对不对 历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后来我们去谈判的时候 是吧 我们去谈判的时候 就得到这一点 99年 那你到期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香港岛 又会给还我们呢 想过这个问题吗 里面有两件事 里面有两件事 一个呢 当然我首先的一个前提 就是为什么他 真的香港岛又会给还我们 所以我们手上有一个东西 我们认吗 这个东西 OK 你当时49年 没有打过去 就已经说明 我们是认 当年签的条约 咱们是从道理 从法理的角度 去说这个事 能理解我的意思 当年没打过去 英国人很害怕的 英国都准备了船了 知道这段历史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时候 那个叫四野 四野知道吗 第四野战军 这奥同学打的是 第四野战军 那时候中国军事实力 最强的野战军 四野 都到那了 到深圳了 英国人没有准备任何的抵抗 完全没有 你只要一开过来 一开过来 哥们走 船都已经准备好了 船都 就英国人在坐船逃跑这件事情上 全世界第一 无敌 他们曾经就干出来了 人类历史上最牛逼的坐船逃跑的事情 叫敦克尔克大撤退 这个知道吧 敦克尔克那个脚上 带了好多船 真的带了好多船 就那些渔民的船 军舰 是吧 各种各样的 甚至连女王的游艇 当时在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时候 都拉过去了 完成了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支撤退 你就是不都是那么投命吗 现在你他妈的剧本由你来写 话由你来说 你就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撤退 看到没有 英国当时打算跑了 49年的时候 当时跑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很神奇 是吧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49年为什么没有一口气下去 49年为什么没有一口气下去 当时美伦说了 不唱那一调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承论 这个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做非常的重要 你想想 因为涉及到很多 不光是所谓的政治地位问题 以及相应的钱的问题 相应的钱的问题 还有包括说本地资产的问题 能理解我这句话吗 打个比方 OK 你英国的 有些公司在上海是有很多资产的 能理解这句话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一 OK 我现在这一块 我南边 我香港我不给你打下去 我继续留给你 但是这一块 是不是买卖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明白同学打个一 这就是个买卖 那香港这一块我不打下去了 留给你 你就觉得哇 好开心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 原来就没有了 那么得 那这一块你就别批评了 是不是 你就别批评了 你该给我给我 是吧 那当时就没有打下去了 不论可开心了 我告诉你 疯了 都疯了 而且算说句特别有意思 是吧 最早承认中国的 没有建立外交关销 但是承认中国的是英国 一直知道这个历史 有同学打个一 西方国家第一个承认的是英国 为啥 别打他 别打他 是吧 给他留下来香港 要打那 这太容易了 我告诉你 超过五个小时都算我输 真的 挺多三个小时 可能三个小时 有两个小时在游泳过河 是吧 那就不会出现什么 各种各样所谓的 这黑社会 那黑社会 什么大权贸 全部一六干倒了 一六干倒了 那边澳门也是 我告诉你 澳门也是 OK那 最后情况呢 就是OK 我当时没打你 你到时候 你该还我还我 我有实力嘛 有谈嘛 谈完了之后呢 OK 香港 香港岛的本土是属于英女皇的 英女皇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通过李嘉诚等人吧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通过李嘉诚等人 要设走 因为谈判完了嘛 八十年代嘛 谈判完了 那个时候英国的那个 这个老大叫萨切尔夫人 听说过这个人吗 听说过同学 打个六六 萨切尔夫人要搞 改革嘛 要搞改革 他要把好多的国有企业 私有化嘛 国有企业私有化 你就必须要乱由私有企业 去把这些国有企业买回来 是吧 买回来嘛 买个毛线啊 英国没钱啊 英国有毛线钱 特别让香港有钱啊 这个东西 他们的命也挺好的 真的 你说英国要 反正就怎么说呢 点就信 怎么都不可能想到 一个破小岛上 成为了这个地球上的霸主城 做了几百年是吧 怎么点确实行是吧 那么好使 他所有的殖民地 到最后 给他钱最多的就是香港 为什么 你们再品一个事 香港是不是 其实跟现在中国有很相像 香港买一个楼 买一个房子 往往是两代的 所有的收入放在这里面 那这些钱 创造的钱到谁那里去了 是不是到那些房地产商 那些地主里边去了 能理解这句话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一 是不是 那么OK 他们自己的人是没有办法在这里 去做这些事的 因为马上转眼就就起了 那谁来 李嘉诚来 李肇基来 郭炳香来 郑家来 对吗 郝玉刚来 是不是 那你们来去做 你们把这个开发了 开发了 原本就是一平米 是两百块钱的东西 最后变成两千 变成两万 是不是把财富就略夺走了 这个逻辑听懂了 是不是 那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是吧 那你想想到哪里去了 而且大家还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那为什么李嘉诚 那么孜孜不倦的 要在英国买那么多基础设施呢 发现过这个问题吗 发现过同学 他为什么要在英国买那么多基础设施呢 比如说电信 比如说什么 自来水产 比如说南气站 为啥呀 真的是因为有利可图 就那点利 你别闹了 为啥 因为那不是他的钱 因为当年就说好了 你只不过是明面上的 那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所谓的 你不管是股权结构也好 还是所谓的包装也好 是谁 汇丰银行 那汇丰银行 OK 钱进进出出都从汇丰银行 大家也都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钱 但其实可能他们下面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协议 或者什么规划 那这些钱最初的时候 就是萨切尔夫呢 说好了 拿回英国来去做改革 去做这些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东西 为什么要做私有化 不行啊 你不私有化 我告诉你全世界都一个操心 真的 国力起的国力它不行 是不是 当然了中国是可控的 部分是做国企 部分是做民企 那是这么一个逻辑造成的 那那你就说李嘉诚的钱全部都是他的钱吗 我原来还想写一篇视频 在这一大段时间里 李嘉诚卖了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吗 赵童也打得硬 而且很多东西都卖给国内 原来不都说吗 李嘉诚跑了 现在OK 要往这边靠一靠 好 先来点点屏幕点点赞 加入转角粉丝 右下角免费的粉丝都买 最早的时候 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做房地产的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不做房地产的 大家知道这个是吧 后来才变成房地产 后来这一波人才开始做房地产 原来那么多大的家族里面只有利家 利息生家族也是卖鸦片起家的 跟沙讯家族一样 也是卖了鸦片起家的 其他的很多都是做洋行 做进出口贸易 香港一直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吉家鸦片也是进出口贸易 是吧 他是最早是做进出口贸易 作为一个商业港口而存在的 所以那个地方基本上是两类人有钱 一类做运输的 你比如像包玉冈家族 是吧 包括霍建华 董建华家族 就董浩云 董浩云家族 是吧 他们是运东西的 搞交通的 宁波帮 当年的宁波帮 要不然你就做贸易的 那个时候他们也怎么叫洋行 是不是 洋行是什么 洋行就是一个贸易商 洋行是贸易商 是不是 我们原来都知道的什么四大洋行 太古应该都知道吧 有成都的吗 成都的跟北京的应该都知道 我不知道太古在其他地方有没有 知道啊 太古里嘛 太古里像是房地产 一和洋行 是吧 九龙仓 还有科技房谱 是吧 那些都是洋行 洋行就做贸易的 我把这个东西从印度运过来 从转口一下 可能卖到上海去 或者从上海的东西运出来 做两个 原来没有什么做房地产 真厉害的 因为那么小的地 你最早的时候 谁觉得这个地方能成为那么贵的地方 不会的 当然一方面的 因为当时那些 而且大家不要听媒体所说的 说因为当时四九年 好多人跑到香港去了 所以推动了房地产 飞速的发展 你扯淡了 原来根本不发展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有一个地方 就是那种贫民窟 叫九龙城寨了 绕同学打个酒 原来全住那儿 原来全住那些地方 那也不搞开发 原来也不搞开发的 做个毛线房地产 那些都全部都是工人 他们最早都搞工业的 你破香港搞工业 那你就想想那个时候是个什么状况 是吧 破香港搞工业 而且我甚至这么跟你说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芯片外流地 芯片现在看到特别高端是吧 芯片外流地是哪里啊 是香港 摩托罗拉 还有那个德州仪器 都跑到香港就造成了 为什么跑到香港造成了 OK 因为那么有的工人特别好说话 可愿意加班 而且拿的工资还少 愿意加班 而且拿的工资都一样 你到现在 全世界的芯片 真正的那种生产基地在哪里 还不是在大陆吗 还是他把这个民族的人干了100年了 还是那样 爱干活 是吧 你可别说中国人了 爱干活 只要钱给够 加班加死你 这样的吗 同意这观点 农业打个溜溜 当时就是 那后来开始 他们才开始搞别的 那你看最早的时候 谁 现在的世代家族里面 你比如说像李嘉诚 是吧 李嘉诚 做什么 塑料花起家的 做工业的 还有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刘兰雄 是吧 有好多 不能说税 有好多明星女朋友的 人家搞资本市场 他最早干嘛的 最早生产电风扇的 是不是 那原来是搞工业的 只不过是在七八十年代开始 英女皇把这些土地拿出来 然后土地拿出来 那么你们就来开发吧 谁给钱 贝富银行给钱 慢慢就起来了 那为什么 货运东没跟着起来呢 不带货运东玩 所以货运东只能挣到一部分钱 小钱 还是利息生家族 利息生家族很厉害的 再去澳门挣到钱 他为什么能去澳门挣到钱 因为马贤家族 马万奇跟何贤这两个听说过吗 听说什么就打打 对吧 那两个家族跟谁好 跟咱们这边好 是不是这个意思 马万奇做过原来的人大副委员长 何贤儿子叫何后华 何后华就是我们的特首 是吧 那就像是没关系 不能再说了 再说直播间就要被封了 他们家是有些钱 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当然了 人家有些钱 那都是也是把一起加的 那你就想想 那随便香港一栋楼 就得几十一 是吧 你就评价一下这个东西 香港很多时候一栋楼 是吧 那一栋楼可能十几层 几栋楼 就十几个亿几十个亿 是吧 很正常的 就按照他们那种物价 正常一栋楼十几亿 是吧 家里可能有个二十栋这样的楼 打个比方 二十栋这样的楼 那不就是两三百亿了吗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去看 你像利息胜家族 是不是 那他们家 你就觉得 就是外面能看得见的几百亿 他肯定不止几百亿的 肯定不止几百亿的 但管最有钱的 你很难说谁家是最有钱的 因为大部分我们现在能看得见的资产 无非来源于两个地方 是吧 一个那个房产 比如说OK你们家有这个物业 是吧 这一栋楼值多少钱 他可以给你算出来 一部分的就来源于股市 股市比较透明的是吧 那你的股价值多少钱 是不是 你是这么去算吗 但是其实有好多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去算的 因为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我就不说了 中国有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就有好多的股份 好多的控制权 是归离岸中心 什么叫离岸中心 你哪知道是他有多少股份在外面 听懂我的意思吗 听懂同学打个六 你是不知道的 老百姓 大家都知道是谁 是吧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只不过就 他不能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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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判断一个家族的资产 你有些时候你也不能从这种货币的角度去说 不能从货币的角度去说 那你到了一定的地步 你怎么去说 当年中国的某首富 当时在香港做了一笔买卖 亏了几百亿 哪个家族啊 知道吗 后来这个家族基本上在大陆都不出现了 后来这个家族在大陆都不出现了 最后随便找点人就点了 那时候找点人买单 就把这个钱又给卖了 那么家族很有钱 包括那就是那些家族 随便谁家族拿点的 拿点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要说 现在香港那边有钱的 其实有好多大陆过去的一些 就是一些科技公司的老板 科技公司的老板 其实我倒不太看好香港的那些传统的那些家族 可能五年十年 实在不行五十年 历史就会把他们淘汰的 历史一定会把他们淘汰的 我个人是不太看好说 你靠房地产你能成不了什么事 房地产成不了事 你金融之所以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能成事 他不是因为他是金融 不是的 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年里面 人类的科技发展 科技发展的有些科技行业 你扔进去十块钱 过十年他会变成一百块钱 一千块钱 才带动了你金融跟着起来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能理解同学打的意思 如果他们还是原来就和房地产 这种模式金融也一样崩台 因为金融是没有底线的 金融是没有底线的 没有底线就意味着你会去冒特别大的险 一旦踩它了你就死去了 很多这样的时候 包括中国 包括说世界上 大家可能知道 巴林银行 一冒险就没了 但是高科技很多东西它不一样 因为你有科技这个东西在这里 你有科技这个东西 把你摆在那里 OK 金融牛在哪里 金融牛在 打个比方说 OK我们都是做芯片的是不是 都是做芯片的 那上前面二十年 全世界最厉害的芯片公司 哪家公司 来把大家打到对外框里面去 我相信中国 中国人应该都知道 全世界最牛 二十年前全世界最牛的芯片公司 哪个 没有第二家是吧 英特尔牛是吧 后来牛的是谁 高通是吧 高通 后来又是谁 英伟达 但是对于金融而言 没有所谓的英特尔 没有所谓的高通 没有所谓的英伟达 它全部都压进去了 是不是这个逻辑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同学达 所以金融它不怕 金融它厉害 是厉害在 有英特尔往前面走 有高通往前面走 有英伟达往前面走 它并不是因为金融本身牛 而是因为金融是可以 催生这些行业起飞 同时吃到这些行业发展的红利 它是扭在这个地方 如果金融一直都绑着房地产 它就绑barbecue了 就一定是barbecue的 你就看为什么国外没有很大的房地产公司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就不行了 它一倒是全倒 你们想想是不是 房地产一倒可不是说倒一家倒两家的 你们能体会到这句话了吗 现在原来可能觉得 用这个地方的房子不好卖 什么赫港的房子不好卖 是吧 你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子全都在跌 只不过是跌多跌少的问题 你从房地产公司来说 全中国最好的 甚至全世界曾经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万科不行 那虽然能好 现在有房地产公司挣到钱的吗 或者特别好的吗 没有是吧 它这个行业是一倒圈特别倒的 但是你高科技行业是什么 它不是的 是不是这个逻辑 你英特导了吗 导了 再往前面找什么先同半导体 是吧 一直往前面找 这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那英特导里有高盛 高盛导了之后 还有尼美达 不知道未来还有谁 是吧 但是背后都有金融 背后都有金融 它是建立在这个技术上的 跨上面走 金融是一个非常没有能性的一个东西 是吧 也没有道德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搞钱嘛 它为了搞钱 它什么道德都可以没有 什么道德都可以没有 只不过就是去宣传一些东西 真正厉害的不是金融 是人类科技在过去的100年发展出来的东西 无敌 鲜铜是很牛 鲜铜半导体 现在点屏幕点点赞 交流转角粉丝 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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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债券市场现在的一个状况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私底下也问过过 剩下说现在要投资啊这些东西了 我只说我 我现在还会投 但是我投的非常的平均平衡 做一些定投 短期内我不会砸太多进去 那些也不会砸太多进去 但是我怕 我一点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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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想着说 ok 所谓的抄底这些东西 不太适合 但绝大不可能 因为绝大部分人 是扛不住这个市场的亏损的 扛不住这个市场的亏损 到最后你会崩溃的 因为你说白了 你不是在这个专业里面去干的 你拿着又是自己的钱 你扛不住的 虽然它最后可能会涨回来 但是涨回来不代表你能涨回来 美国什么时候将来 美国下个月就降息了 非常明确的了 现在点点屏幕点点赞 加入转交粉丝 今天给大家来聊了一下 债券市场的一个影响 什么时候债券市场还在涨 那ok股市都不太好 明天会给大家聊财报 有多少人对财报相关信息 和相关知识感兴趣的吗 有的同学来打了一 现在可以点点屏幕点点赞 加入转交粉丝 明天我的专属会员课 是会聊财报 不过那个是收费的 可能对很多人没有没有作用 是吧 你也没必要花这个钱 当然如果说我就是喜欢你 我就喜欢听你扯肚子 是吧 听你聊八卦 那你也可以来 一个月几十块钱 在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地方 明天晚上直播的主题是聊下腾讯的财报 为什么要聊程序的财报 全中国对外影响力 或者最受国外关注的两个科技企业 一个是华为 这个就不用说了 第二个就是腾讯 可能腾讯比大家想象的要厉害 腾讯非常的低调 您就想要一个企业不厉害 它能做到全世界四只 全时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吗 它做不到 而且它在有很多行业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而且腾讯真的是一个 趁着中国整体的东风起来的一个企业 基本上你看懂了腾讯 也就是看懂了半个中国 看懂了腾讯 也就是看懂了半个中国 就中国哪个行业好或者不好 腾讯是起得到很大的决定作用的 大家别不信 很多人大概在三年前的时候说 OK那腾讯完了 因为视频这一块没有吃到 是吧 但是结果腾讯这两年做视频号 我的天哪 比大家想象的要厉害 比大家想象的要厉害 来问问大家在座的有 平时会用微信刷视频号的吗 有的同学打个页 会员课是这样子的 明天晚上八点 会直接开会员直播 你八点东过来了 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 是吧 我们想象的要多 不用想象多 而且腾讯重新又开始了一个新 什么叫新的市场 或者说新的人群 我们这个年龄的父母阶层 比如说一些50后60后 就是60岁70岁的人 他们不会刷抖音 或者很少刷快手之类的 更不可能会是B站了 是吧 他们都刷什么 刷微信视频号 你们身边有长辈会刷微信视频号吗 有的同学来打个616 很夸张 腾讯在每一次都 就很神奇的一个企业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企业 每一次就感觉好像 根本都踩塌了 没你上了 啪又起来了 真的 前几年不是电商的时候 是吧 那搞不过京东 搞不过阿里 他自己都搞过 都没搞赢 输得一塌糊涂 都搞不过 结果啪 拼多多起来了 拼多多最早的时候 就是基于腾讯的分享 是吧 砍一刀 砍过吗 砍过同学打个1 他背后的股东也有腾讯 是吧 又行了 为啥 那想想为什么腾讯可以 我告诉你 一个最最最最朴实的道理 这个市场上 没有比腾讯 还要有钱的科技企业 包括华为 国企咱不说 国企的科技企业很重 当然有些国企特别有钱 比如说烟厂 是吧 没有比腾讯 还要有钱的企业了 包括华为 为什么 你们给腾讯花过钱的同学 来告诉我们 你在腾讯哪个领域花钱了 它不光是流量 有流量不代表着什么 是吧 曾经有些其他的平台 也有流量 是吧 游戏 你们知道游戏有多挣钱吗 天哪 有钱还是硬道理 是吧 没钱你干啥都干不了 就他可以 扛住一轮又一轮的失败 腾讯失败过很多 我想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举出 你曾经用过的腾讯的 不管是网站 软件 还是APP 是吧 那现在都没有了 是吧 比如说我用过的 原来用过的腾讯微博 有用过吗 腾讯微博 是吧 还有腾讯的 最早的叫什么来的 QQ QQ的那个叫什么来的 QQ的相当于 朋友圈的那个叫什么来的 对吧 QQ空间 QQ空间 那不也都不行了吗 Q空间还算挣到了钱吗 那像腾讯微博 这种砸了那么多钱 最后 那也是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明天晚上八点 是我会给大家去直播讲腾讯是财报 而且因为它有钱 所以它能搭建的流量 以及流量最后变现的方式 比大家想象的要多 可能说出来大家不相信 我原来在直播的时候说过 全中国最大的娱乐公司是腾讯 记得吗 记得同学打个溜溜 你知道它一个腾讯视频 有多少个会员付费吗 我今天看了一下数据1.17亿 1.17亿 你就想为什么现在票房这么差 然后腾讯音乐也是1.1亿 音乐和影视 两个最大的平台在他手上 对吧 至于你是所谓的什么电影公司 电影公司厉害吗 厉害个毛线 电影公司不厉害的 自古以来就没有厉害的电影公司 你不要以为迪士尼是电影公司 迪士尼不是电影公司 迪士尼是卖IP的 阿里还行 阿里还行 但是它跟腾讯是拉开的距离了 阿里拉开距离了 对吧 大家知道过去的半年多时间 2024年 最有流量的两部影视剧 是哪两部影视剧吗 知道吗 这套同学可以把答案打掉到宽里面去 我干啥的 我一个严谨的财经模组 哇 所以那我知道在财经模组很正常的 房华是去年的 房标是前年的 我这个马 庆余年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知道吗 雨风行 第一庆余年 第二雨风行 第三是玫瑰的故事 第一第二第三 谁的 第一第二第三 全部都是腾讯的 可怕吗 去年的第一是谁 樊花 也是在腾讯平台 你想想 可怕吗 他为什么有这个实力 OK 你说为什么有这个实力 首先他可能给的钱会更多 你在我这里播放得到的推广会更多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而且甚至很多的IP就是他的 你比如说庆余年 庆余年的IP是腾讯的 大家知道这个什么 猫腻写的嘛 是吧 阅文就是他的 他为什么会有阅文呢 因为他有钱 他哪来的钱啊 是吧 有游戏的钱 那就把阅文给收购了 是不是 阅文顺便把心力给收购了 心力你就拍呗 至于是谁拍 其实都不重要 拍的人只不过是干活的人 你干也行 他干也行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 大家不用把这个东西想的有多么的高端 但凡你觉得是因为有你才行 那最后这个都会被历史少走的 实在才是最重要的 是吧 他为什么 这个东西就腾讯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企业 极其的神奇 好 OK 你们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看那个 我一个都没有看过 我平时不看电视 平时不看电视 好 OK 明天晚上八点给大家来 就是专属会员 如果你想加入专属会员 去听财报分析 我明天会讲 就财报分析分析 好吧 看看腾讯到底现在在哪些业务上做的不错 哪些是在增长的 他现在的主要的发力点在哪些地方 明天的专属会员直播会 然后这个 如果你觉得你有兴趣 也想学一些财报的相关的知识的话 可以加入专属会员 你主页可以加入 点击下方也可以加入 好吧 爱奇艺现在都干不过优酷 真的 可能大家还以为优酷不行是吧 想听一个八卦吧 想听的话打个溜溜 想听一个八卦吧 大家是不是都一直觉得优酷不行 爱奇有一个 对啊 有一个迷路机场 腾讯有那么大的一个摊子 大家知道优酷特别赚钱吗 现在 你认为优酷是不赚钱的同学 来打个一 你觉得优酷是赚钱的同学 打个二 爱奇艺 我告诉你 优酷现在默默的在挣钱 根本就不对外说 你知道为啥吗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知道乐视依旧现在能挣钱 是因为有一部那个甄嬛传 知道这个是吧 知道同学打个六六 有一部甄嬛传 好 你知道优酷有一个什么东西吗 来 在家 有小孩是十岁以下的吗 你们家有小孩 不管是你的孙子孙女 或者是儿子女 有十岁以下的吗 有没有 有同学打个一 有是吗 你们家的孩子有多少看奥特曼的 有看奥特曼的同学来打个溜溜 奥特曼 有多少人看奥特曼的 奥特曼在动画片的圈子里面 我自己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因为我不看奥特曼 奥特曼在小朋友动画圈里边 是属于什么级别的 来 你们可以跟我说一下 属于什么级别的奥特曼 属于王者是吧 风神是吧 王者是吧 绝对顶流是吧 奥特曼 你们知道是哪个公司的IP吗 顶流是吧 神是吧 你把我唱 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吗 日本的 知道现在国内是谁在做吗 你知道有多少 我得到的一些消息 大家自己聊聊就行了 就当扯淡 其实你随便一说 你就知道 你要看奥特曼要去哪里 小朋友说我要看奥特曼 行 看了两集 第三集想看吗 想看 来冲吧 冲什么呀 通优酷 阿里的吗 那个IP是阿里的 不是阿里的 是谁的 有知道的吗 有知道奥特曼是谁家的IP吗 知道吗 那你们知道 至少在哪个国家的不 哪个国家的吗 知道吧 这个应该都知道是不是 你在别的平台上看到的奥特曼 都是优酷分发的 优酷跟着搜紧 大家知道马云在日本的顶级企业里边 一个顶级企业里面做董事吗 知道马云在一个日本的顶级企业 哪个顶级企业里面曾经做董事吗 知道吧 万一 没错 万一 所以马云一句话 马云一句话 优酷就把奥特曼的IP给签下来了 把奥特曼的IP给签下来了 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是吧 觉得好像干不过爱奇艺 其实现在反而这三个里边 最痛苦的还是爱奇艺 最痛苦的爱奇艺 为什么 爱奇艺没爸爸 是不是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年头没爸爸活不下去 我都在想 你要再过五年 除非爱奇艺的老板特别牛 爱奇艺的爸爸说 是百度现在没有资格做爸爸了 百度没有资格做爸爸了 你这个事实就摆着到吗 你的资源和你的能力 和你的财务实力就摆着 那么你做不了爸爸了吧 是吧 那可能搞不好大芒果上去了 大芒果有八 说半天原来还想分析芒果 芒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娱乐集团 真的 你没有爸爸你不行的 你扛两年 扛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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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看爱奇艺的财报 你只不过是因为爱奇艺的 大家的八卦度 话题度没有那么高 我就没有扛过他的财报 我看过他们的财报 财报其实并不好 芒果的爸爸是谁 湖南省 而且是湖南省下面的什么 关店 湖南关店 中国有多牛逼 我就这么跟你说 全世界找不出来第二个这样的起义 真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些财报内容的 比如说你是在国企 有在国企的吗 哇操我怎么这么啰嗦 哇天哪我太啰嗦了 有在国企的东西打个音 好像两个平台都快没电了 待会儿如果再停就停 好 你在国企 打个比方说 OK我是国企 我这个国企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钱是不是很多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走战的 这个能理解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 特别自己是在国企的同学 你是走不了战的 国家不会让你花这个钱的 是不是 你上面会很麻烦的 打个比方说 OK我是芒果 我要去做一个节目 我现在是国企 这个节目需要国企 比如说他们做歌手 现场音响 灯光产役 各种各样的 是不是要砸好多钱 但是这些钱是你要先砸 再通过广告 再通过售卖会员 再能收回来 是吧 这个逻辑听得懂 同学打个三 好 你敢砸吗 你不敢砸 你比如说浙江卫视 为什么就不能做 比如说上海卫视 为什么就不能做 比如说北京卫视 为什么不能做 他们只能做一定财务范围之内的事 这句话能理解吗 能理解同学打个六六 这个财务过了 他们即使老大都不敢拍板 老大可能可以拍板的 就是一例 你结果做这个事要两个亿 别做了 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 赌一下可能会有很好的节目效果 不能赌 因为这是国企 但是我有一个上市企业 这个不是要花五个亿吗 我能不能让他花五个亿 听懂我的意思吗 听懂同学打个五 那OK 上市企业 芒果TV 你去花五个亿 去做这个节目 出来请再走站 很多人说 那上市公司 你别闹了 上市公司听谁的 听国企的 为什么 老大都一样 最大股东都在这 你这个站 是不是就可以从这里走 我就敢花五个亿 如果实在不行 亏了怎么办 没事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 当然它大概率不会亏 因为国企有资源 可以去扶持它 就这一点 全中国第二家公司做得到吗 第二个企业做得到吗 明白了吗 听明白同学打个六一六 你就这一点 其他根本就做不到 你说江苏的那群人 就想不到做一个这样的节目 能吗 扎三个亿做得到吗 做不了 为什么做不了 走不了仗吗 他可以走 从三十公司那里走 办 振到钱再来分 是不是这个道理 而且它最后形成了一个联系循环 形成了一个联系循环 那你最后都不敢做 你浙江 而且你再想想 你浙江卫视 比如说我做出来一个节目 我做完了这个节目之后 你要不要推广 要推广是吧 但是这个节目是你做的 还是谁做的 不 他们大部分是外面的人做的 或者说我投一部分 钱我们俩一起做的 比如说是吧 他们的好声音是 忏心在做的 那最后推广的钱谁花 会扯皮吗 要是你 你会跟他扯皮吗 所以你们现在拿这么大头是吧 你拿去花 多花点这个钱 大家最后在这个要花钱的时候 你抠手一下 我抠手一下 大家就就抠手了 是这个道理吗 但是芒果不是啊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 上司公司跟国企 芒果台是国企 芒果TV 这个APP是上司公司 看起来好像是两家单位 但其实是一个老大 赶紧砸 你现在你账上有钱 你砸 我账上有钱 我砸 是不是这个道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同学打个一 那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往往都是芒果的中意 它最后做推广的时候那么多 你现在不做推广 你玩个毛线 是吧 你呦 我是歌手 一杀我是歌手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在我是歌手 同时 其他的平台 也有两三个唱歌节目 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知道 除非你正好就刷到了这个 你才会点进去看 你在平时你刷 比如说你刷抖音也好 刷快手也好 你刷B站也好 你刷视频好 你根本刷不着它 为什么你刷不着 因为它没投钱 你也不会投啊 我们参加 你就想在这个过程中里面 有几个利益群体 比如说这家卫视算一个 刷新是吧 做好生意吗 刷新算一个 OK 同时可能如果说 它跟腾讯视频合作 腾讯视频要算一个 这三家是不是利益共同体 是利益共同体 但是要花钱的时候 谁愿意多花吗 不愿意 但是到芒果那呢 毛线就是一家 他愿意砸 因为他砸了 他有一个正循环 他能回来 甚至有些时候 你再想一个道理 这个时候 所谓的视频平台 最大的成本在于什么 在于制作成本 是吧 它的制作谁制作 打个比方说 OK 芒果TV制作的 好 芒果TV是它的APP平台 制作节目的是 湖南卫视 湖南卫视 现在我上市公司的利润 少了 只有五个亿 可能不太好交代 必须要做到七个亿 做到八个亿 那得 打个电话 跟老板说一下 老板 湖南卫视 我现在这里还差 他两个亿的制作费 咱们能不能不收那么多 肯定能啊 为什么 因为是一家 那这个时候的利润 就可以转到这一家来 而不是放在湖南卫视 这家国企里边 那么得 等这边国企 要做一些事的时候 那得 原来这个节目 有可能在市场上的售价 制作费 只收两个亿 但是OK 我现在要做点 那行 收五个亿吧 都收了三个亿 那这边是不是 财务上宽松了很多 可以做很多 理解这里边的 这个财务上的逻辑了吗 大概其理解中 也打个一 是不是这个道理 谁能做到 我把这个逻辑 说完了之后 你就想想 中国任何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影视平台 任何一个电视台 能做到吗 做不到吧 你财务是可动的 是不是 你还别说 说OK 不合法 合法的在那 我现在跟你签个合动 我这个节目 我就是卖给你一千万了 那我这个节目 我就是卖给你一个亿啊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 它就不是个标品 是不是 怎么叫标品 我一杯咖啡 就是二十块钱 这是标品 大大则 无非卖个八块钱 九块钱 如果哪一天 这个咖啡卖五百块钱 你就说这个里面 是有问题的 这是标品 是吧 那那个东西是标品吗 毛线标品 有些时候 一个中一亿 投资好几个亿 我相信大家 也在前几年刷到过 有些中一亿 最后几百万的投资 你说这个东西 好几个亿 跟几百万 这是多大的一个差别 是吗 你这样是有没有上市公司 你这样是怎么做这个事 好了OK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道德 我就不在这里一说了 我只是从财务的角度 跟大家来聊一下 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在国企待过 你就一定很明白 这里面的道理 有些事情国企是不能做的 明天晚上再来聊一下腾讯的台报 腾讯是今天晚上开的台报会议 明天晚上八点钟 如果你有想听的 就在视频号或者抖音上 加入专属会员 在主页或者点击下方 就会加入专属会员 好OK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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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卫视和东方明珠是一家吗 上面是一家 现在拜拜 拜拜 拜拜 几乎 我们下午后 我说明天晚上的 我说明天晚上的 我说明天晚上的